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却是这样的 它一半烂一半 老百姓就比较满意了 同样都是卖羊梅 它是这样的 这个羊梅要四五块钱一个 而它却是这样的 一年百姓苦辣 这里的羊梅比乒乓球还要大 这里的羊梅基本上泡不出虫 到底是采用了什么种植技术 又是种了什么样的羊梅呢 绿色时空带您一探究竟 近日以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 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为主题的 新时代原山精神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国家林业河草原局副局长 彭有东出席会议并讲话 彭有东指出 原山林场 从一个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林场 到成为全国林业系统的一面旗帜 为全国林业战线树立了榜样 当前正处在国有林区林场改革的攻坚阶段 要以原山林场和孙建博同事为榜样 以更大的热情 更高的干劲 投身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 您好 欢迎收看绿色时空 我是李威 说起羊梅啊 大家会想到它红红的外表 还有酸酸甜甜的口感 但是呢 果肉里面的果蝇幼虫 却让人没有了食欲 而且羊梅种植怕风 怕高温 怕连续降雨 所以品质较好的羊梅 那只有一个字就是贵 我听说呢 在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有的羊梅就很少有虫 而且避免了刚才所说的这些困扰 产量和品质还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它们那儿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又到一年羊梅采摘季 虽然受到连续高温和持续降雨的影响 但陈金昌今年仍然是大丰收 这部他在自己的合作社 办了一场羊梅采摘比赛 并邀请黄年区果树技术推广总站站长 黄茜斌做裁判 比赛一共分为三个环节 分别考验的是五位参赛选手的速度 品质和手拿羊梅的准头 哪位能手能够在最快的时间 把这一篮羊梅采摆 但要求羊梅一个要果形要大 第二个呢成熟度要高 那么我说开始计时 大家分头拿这个篮子到园里去采摘 大家明白没有 明白 现在开始计时 第一轮进行的是速度之战 到底哪位选手会获胜呢 东葵羊梅的采摘时间只有一周左右 因此采摘必须快准稳 每一天都是与时间在赛跑 而且羊梅果肉细嫩 很容易就会划伤 所以采摘也是很有讲究的 一些手轻轻地拿走羊梅 你往上踢一下 摘一下 这个羊梅就下来了 这样采呢 这个表面 它不会铺损 既要考验手速 又要考验采摘技巧 但这对于参赛选手们来说 却是手到擒来 很快第一位选手把羊梅带回来了 她的用时为14分34秒 选手们陆续回来了 经过第一轮速度的比拼 所用时长不相上下 竞争还是很激烈的 接下来将进行的是品质之战 由合作社负责人陈金昌 和黄站长 共同对羊梅品质进行点评 经过我们讨论 这个大家采的都比较好 但是从那个古时的均匀度 成熟度来说 相对来说还是三号选手 这个这篮比较好一点 三号是谁 我 好 经过综合比拼 五位选手的位次也发生了变化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环节 手感之战 这也是最考验选手的 每位选手蒙上眼睛 原地转五圈 然后去五米外的羊梅框处取羊梅 取回称重 谁拿的羊梅最接近一千克 那位选手就会在本轮比赛中获胜 到底谁拿的羊梅最接近一千克呢 一 二 三 六 快到了 快到了 一千克左右 要不就多一点点 经过分数的综合 排名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杨学生是拿的最准的 陈金彪质量是最好的 综合考虑还是陈金彪 最终陈金彪获得了第一名 他拿到的奖励是一个大红包 另外还有绿色时空栏目的定制U盘 电视机前的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参与微信互动 您也有机会获得绿色时空送出的神秘礼物 此次比赛看的就是羊梅种植户们的采摘速度 采摘技巧 采摘品质和手拿羊梅的准头 这在羊梅采摘季节极为重要 因为这关系到羊梅的新鲜度和口感 绿色时空正在播出 我们基本上都是采用那个订单少数 那个客户要多少我们都采多少 早晨的一般都是五点钟采到九点钟 下午给它发出去 四五点钟开始采羊梅 九点进行包装 下午发货 这是在羊梅采摘季 每个东奎羊梅种植户 都必须遵循着时间法则 但是家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平田乡的蟹传定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这还得从十天前说起 下午两点 差不多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 但老蟹却待不住 看着满支的羊梅 它是又烦躁又着急 它这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呢 像今天这样的高温切气 又离羊梅夜熟了 这时老蟹盼着气温能赶紧降下来 但是离他家不远的牧童荣 同样是羊梅种植户 却在吹着风扇 看着报纸 喝着茶 很是惬意 连续下雨四五天 气温降了下来 但老蟹还是烦躁地 看着雨不停地踱步 这又是为什么呢 但是在老蟹家 我们看到的景象却是这样的 他不急不躁 在家门口跟女儿做起了游戏 小姑娘还玩起了雨水 老蟹难道就一点都不着急吗 高温会让成熟的羊梅 在树上不能停留 都留一个晚上就坏了 连续阴雨 羊梅没成熟 就已经在树上坏了 所以正常年份 羊梅产量 才一半烂一半 老百姓就比较满意了 你还别说 这羊梅好吃归好吃 但还真是够娇气的 天气太热不行 持续淋雨也不行 我明年一定要加大 羊梅就要种羊梅 遇到今年这样的天气 天天下雨 羊梅腐烂 腐朽了 一年半辛苦了 羊梅种植还会遇到哪些问题 老牧又是用了什么绝招 让自己没有了后顾之忧呢 在当地有一句俗语 夏至羊梅满山红 小鼠羊梅出大虫 这是由于羊梅成熟剂 特殊气味引来果蝇 果蝇在羊梅表面产卵 卵孵化成幼虫后 钻入果肉 以果肉为食 虫子围维扬羊梅之后 它有伤口 会让羊梅的果汁流出来 那么在6月份高温高湿的条件下 这个果汁呢会容易变瘦 所以这个有虫的羊梅呢 就有一个意味 有人说羊梅是一种荤素搭配的水果 既有肉又有果 还有人说羊梅里没有虫子 是因为适用太多杀虫剂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但是黄年区很多冬葵羊梅的种植户们 却这样说 我的羊梅基本上都没有虫子的 我的羊梅基本上没有虫 基本上没有虫 到底有没有虫呢 咱们做一个对比试验 结果显而易见 而且黄栈长告诉我们 他们的冬葵羊梅是农药残留零减出 这样的果形大 肉质鲜 又基本上没有虫的冬葵羊梅 是怎样种植出来的呢 另外羊梅害怕高温 害怕持续降雨 这样的羊梅产量又是怎样的呢 高温跟持续下雨 对我们的羊梅影响不是特别大 跟我的羊梅基本上没有影响 基本上对我羊梅这个没有影响 既然高温和持续降雨 基本上不会对这些种植户的羊梅造成影响 那谢大哥怎么又会那么焦虑呢 他明年要采取的种植方法又是什么呢 他明年也要像我一样 跟羊梅带上坟战 原来他们采用的是往事覆盖技术 当然他还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 罗曼覆盖技术 平田香羊梅种植面具有1万多亩 现在采用罗曼技术的有3000多亩 以后会按照15%到20%左右的速度发展 逐步覆盖全香 虽说现在罗曼覆盖技术得到村民的普遍认可 但说起第一顶罗曼杖 推广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说实话当时肯定还你的 我肯定不相信 以前我们这个村民 这个羊梅带罗曼杖感觉很麻烦 这个效果怎么样也不怎么清楚 所以都不怎么去搭 都出去打工的比较多 虽说搭罗曼杖麻烦 但是作为合作社负责人的穆同荣 还是决定做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当然第一次使用这种新技术 它是慎之又慎 就像我在一零年的时候 我自己搭那个山库罗曼杖的时候 我的内心也很忐忑的 究竟这个效果怎么样 是不是减少了那个阳光 比较里面的音色比较多 阳光是否得牙梅身相带来威 接下来老牧能做的只能是等待 那个牙梅产量需要呀 评价今天是提高了好多 我有几棵杨梅树 是边上的没有大的 十两棵还不如这三棵的效益多 这一下老牧心里有了底 黄站长也美滋滋的 终于有人认可他的新发明 绿色时空正在播出 你看现在外面的温度是38度左右 那我们去坟杂里面看一下 里面究竟是多少 现在里面的温度是越来越低了 现在的温度只有34度多一点了 杨梅果适宜生长的温度为30摄氏度左右 罗曼覆盖技术好归好 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 那几天连续高温下雨 杨梅像水煮了一样 雕谷掉得很厉害 本来以为可以后顾无忧 但到了收获季节 它们基本上颗粒无收 很多杨梅在树上就烂掉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连续阴雨的煤雨天气呢 那可能还不能完全控制 雨水对杨梅的危害 从而产生一些落果 这可怕黄战长急坏了 经过多方了解 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法 所以我们就是进行了避雨覆盖 覆盖了避雨模防御部 那这样一搞之后呢 发现效果大大提高 采摘前40天左右 在杨梅吸引果蝇到来之前 覆盖罗曼障 采摘前一周左右 开始覆盖防雨布 避免连续阴雨的侵害 那像我们这个掏了酱的杨梅 它的优积骨100斤 可以扯到70%到80% 那个如果不掏酱的杨梅 也可能扯到20%到30% 所以它的冰价 它的价格就跟不一样 同样的同比的情况下 它起码要贵10块钱一斤 看来这罗曼覆盖技术 还真给杨梅重视户们解决了大问题 防晒 防雨 防风 防果蝇 有了这样的法宝 怪不得我们节目开始的老谢 要跟老木学这个技术呢 我家的杨梅产量很稳定 必不刮楼家的杨梅 产量翻到三番 我感觉种杨梅特别有笨头 此外安装杀虫灯 做到全方位防护 这样您就不会觉得 杨梅里面基本没有虫 是奇怪的事情了吗 新鲜杨梅保鲜期只有两三天 从它们被摘下的那一刻起 就在与时间赛跑 杨梅果实属于河果 外表皮膜质 所以容易破损 当地百姓想到了一些好办法 既保存了杨梅 又让它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八天后就是外公的生日了 九岁的陈俊宇 要跟妈妈一起上山采摘杨梅 给外公献上这个季节 他最爱的礼物 来 来 把那个红色的栽来 那个个儿大的 对 那个不行 挑这个 采摘这样有讲究 小朋友给外公准备的生日礼物 到底是什么呢 挑这个个儿大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小尾巴给它清理掉 如果有破损的宝贝 我们就把它放下来 不要给它放进去 知道了吗 要不然的话 它会影响这一坛子酒的味道 好不好 虽然杨梅酒制作比较简单 但是采用的却是最新鲜的杨梅 纯正的粮食酒 当然少不了的 还有小朋友的一份孝心 然后要挑果实饱满的 然后我们把它整齐地摆到瓶子里面去 好吗 OK 我们一起 一 二 三 开始了 泡洋梅酒了 从此以后的一周多时间里 小朋友们有了一个新的爱好 一直看着洋梅酒 盼望着外公生日赶快到来 洋梅可以通过制作洋梅酒 洋梅干来增加保存时间 但是新鲜的洋梅 要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新鲜口感呢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好吃的洋梅也要越早吃越新鲜 上午九点 黄年区江口街道的谢从波 就收到了合作社社员送来的洋梅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一个筐子里竟然放了一个乒乓球 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我这个洋梅比乒乓球还大很多 比乒乓球还要大的洋梅 这您见过吗 这到底是什么洋梅呢 您看好了 这是鼻息种洋梅 这个就是我们节目中一直提到的东魁洋梅 它们的大小差距到底有多大呢 咱们来对比一下 怎么样像不像一个大人领着一个小孩呢 这么大的洋梅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这还要从一棵古树说起 绿色时空正在播出 这棵就是我们的老某树 所有的东魁洋梅都是从这棵树上架结出去的 树大概是十米左右吧 近十米高的树 想要采摘可不是那么容易 难道是要爬上去采不成 好吧 还真是要爬上去采 一个钩子一个小框 这就是种植户的全部工具 这个树太高了 有时候不小心掉下来 洋梅好吃 采摘还真是不容易 后来人们发明了一种小工具 轻轻松松就把洋梅采摘下来了 免去了摔下树的风险 但是这样还是很耗时 还有什么较为简单的采摘方法呢 我们采用这个矮化这辈的技术 分年度 今年这边短节 明年这边轮过来 三到四年达到自己理想的高度 有了洋梅矮化技术 采摘时间大为缩短 新鲜度有了更大的保障 谢从波又从运输上下了功夫 口感最好的洋梅竟然要被拿出去 不能进行长途运输 想想都觉得亏呀 怎样才能让外地消费者吃到成熟度高的洋梅呢 现在我们都采用这种单骨包装了 最用的模具刻起来 然后再求精空 求精空以后再放冰袋 再直接都运出去 这样对一个一个东魁洋梅进行精细包装 防止互相挤压 加上冷面运输最大限度保证新鲜 价格自然也会有很大提升 一般来我们这个洋梅价格是十几块 好的二十几块 但是通过我手上这种特挑的 这个洋梅要四五块钱一个 一颗洋梅四五元钱 我们的编导也直呼吃不起呀 但是有一个人却降价卖洋梅 我们的一颗洋梅是两公斤 相当于四十元 一公斤应该是降二十元 卸从波的精品洋梅 卖到四五元钱一颗 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洋梅 每千克也要四五十元 但是它为什么把价格定得这么低呢 我们为了方便这次车载油的游客 让他们来了以后开心 去了以后更高兴 所以我们把这个洋梅的价格放到优惠 主要挡上我们的品牌 靠近市区的地理位置 便利的交通 使耀山村的洋梅采摘员 吸引了更多的游客 好吃 好甜 在这里可以一边吃一边摘 很好玩 每到洋梅上市的季节 黄炎人自然不会放过 这样新鲜的水果 有人甚至把它当早饭吃 我早上四五点钟起来摘洋梅 有时没吃早饭 洋梅别摘别吃 到底怎样吃才能符合个人的口感呢 有些人怕酸 觉得洋梅太酸了 如果你蘸酱油吃 那么觉得酸没这么重 但有些人觉得太甜了 如果你吃洋梅的时候 喝几口水也就很舒服 会提高洋梅附加值 增加种植户收入 延长洋梅保存时间 新鲜采摘的洋梅 经过多道工序层层杀菌 做成了洋梅罐头 我们常每年加工 一切多顿洋梅罐头 洋梅原料 主要从当地果农处收购 为果农提供的稳定的销售渠道 能确保果农分财又分收 谢传定开始向牧童荣 学习罗曼覆盖技术 谢从波在精心挑选着 比乒乓球还要大的洋梅 陈金昌采用订单式采摘 保证新鲜 于章敏的洋梅园 吸引着更多游客 陈俊宇小朋友 还在等待着洋梅酒做成 作为献给外公的生日礼物 我们以后要进一步推广 我们黄叶冬会洋梅 绿色制备的技术 特别是楼脉技术 为我们山区的玲珑 古龙 提供他们的收入 在经济效益方面 又有大幅度的提高 为我们这个产业新旺 乡村振兴 然后良好的基础 早上四五点钟采摘 九点开始冷链包装 下午发货 第二天第三天 就可以吃到最新鲜的洋梅 而且这样的洋梅 还很少有虫 有时候看似不经意的 一些小发明 就能解决林农朋友 在种植过程中 面临的大问题 不说了 咱赶紧吃洋梅去 好 前来的更多的节目内容 请观众的官方网站农视网 农视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当然也可以通过央视网 查询浏览 感谢收看绿色时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